我出生在千禧年 13岁的时候出道 未来十年 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好好属于我们的这一帮 未来十年 我们会一路披荆斩棘 让这个时代 听到我们青年一代 最响亮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易阳千禧 今天有幸 与各行业优秀的前辈们 一起做关于未来十年的演讲 对我来说 是一份光荣 更是一份重担 我出生在千禧年 13岁的时候出道 出道之后的生活 基本都是在各种聚光灯下 但其实从小 我是比较内向的性格 每次上舞台之前 也都会很紧张 刚开始面对各种镜头的时候 也会非常的不适应 在成为一个艺人之后 我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被安排好的 几点起床 几点出发 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甚至连上台前 也总有工作人员提醒我说 一会儿要多笑一笑 所以出道的前几年 我一直在尽力 满足别人的期待 处于多元化时代的我们 看似有了更多的选择 但其实 我们更容易陷入迷茫 我也曾经有这样一段经历 但随着慢慢长大 我好像找到了 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 也找到了 表达自我的方式 转眼到了十七八岁 再迈入成年的当口 我希望能够更多地表达自我 用作品说话 我尝试出演了一些 对自己来说 有挑战性的角色 在音乐 舞蹈方面 也尽力在作品里面 展现更多的自己的态度和观点 或许这样的尝试 并不是会被每一个人喜欢 也不会被每一个人接受 但我觉得 这对我来说 是非常有意义的 偶尔我也在想 未来十年 未来二十年 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又能够为社会带来些什么 我觉得 我应该在更多的领域 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随着自己不断地成长 和对公益更加深入地了解 我越来越意识到 一个人的力量 只能帮助到一小部分人 而一群人的力量 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也许 我们无法预估这些努力 最终能让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 但至少 我们让今天 变得比昨天更美好了 今天的主题是未来十年 未来十年 年轻一代 也即将成为社会的中间力量 我希望 有更多的人 在更多的领域 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出生在国家富强 科技发达的年代 但我们 也有自己的使命感 我们也希望 尽自己的努力 为社会做点什么 虽然 我们刚刚与这个时代交手 或许我们的声音 还有一些智能 但是 我们却足够热烈 创造力 是我认为我们这一代 能在未来十年 呈现给大家的东西 可能听起来有一些宏大 但它们并非异想天开 我们有自信 成为更具创造力的青年 这自信 来源于我们看过世界的开阔 来源于多元化生活的包容 更来自于祖国强大 给我们带来的底气 未来十年 在世界舞台上 中国将担当起更重要的角色 而我们年轻一代 也将是这个角色里重要的力量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好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 未来十年 我们会一路披荆斩棘 让这个时代 听到我们青年一代 最响亮的声音 谢谢大家 作为一个年轻人 他非常背负了很多东西 而且他一直在努力 活出他自己精彩的样子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你今年19岁 马上20了 你觉得自己的未来十年 会是什么样子 首先是 不要辜负自己的期待 然后希望继续 在自己的领域里面 能够做一些 对社会有力量的事情 如果碰到困难呢 非常简单 坚持嘛 我相信我们的千玺 会豁出他自己精彩的 未来十年 加油 谢谢大家